我去超市买方便面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经常煮方便面 今天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当时吃的哪一种方便面比较便宜 但是各个不同的商店价格也不一样 我经常来这家来买 这家这个方便面是一大包 一美元一大包 一大包里面有五小包 每次吃的时候大约煮两小包就够了 所以说每次四毛钱就够了 在美国这边超市买食品是没有税的 马上到外申节了 现在又出了一些小贵什么的 我拿这个盒买 它是比较方便 就是一煮就行 也不贵 有的时候我也买这种牛肉干 这种牛肉干是美国德州那边的牛肉干 还不错 现在冰箱里还有两包 还没吃完呢 就这种牛肉干还不错 这个牛肉干 牛肉干也给国内的家人邮寄过 但是说不允许入关 但是后来也邮过去了 只不过比其他的优的那些零食晚到了一段时间 看一下啊 这块 这块 对 这个 每次都买这个盆面 你看 它这个价格是十美元 十美元十包 十美元十包 它这个是一包呢 一大包是五小包 一大包 你看写个五pack pack就是包的意思 五包就是五小包 我觉得这还不错 所以可以多买一点 它这个日期 它日期也都算新的吧 日期 应该也都没问题 看不太懂啊 月日年 七月三十一日 2020年 对 也行吧 这个超市 你买东西 要刷信用卡的话 必须是五美元 所以说 我今天学买五包 买五包 就是一二 海鲜的来一个 三 还有 好像还有鸡肉的吧 鸡肉的卖没了吗 鸡肉的卖没了吗 那我就只能 我看它这个日期 哪个新鲜一点 看一下这个日期 这个是到2020年的8月21 然后呢 这个是到2020年的7月 差不多 差不多 行 就买这五包吧 它这个是牛肉的 这个是海鲜的 鸡肉的鸡肉的 哎 海鲜的没有了呢 海鲜的 我记得以前也海鲜的 就买这么多吧 好了 迅速离开 所以这一大包 这五大包是五美元 五美元 这叫义苦思甜之旅 小只交款吗 那边能收款吗 这边可能不能收款 这是到了万圣节了 22美元 这是万圣节 鬼节的特饰 这边很方便 坐轮椅随时能进来 没有什么障碍 这个小宝宝睡得真香 小宝宝 那边不能收款的 只有一个收款员 这边华人收款员 我们都排队呢 这边好多墨西哥人 这个人挂了个大金链子 是一款大金链子 你好 要一个大金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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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几个大金链子 好好好 谢谢您 拜拜 这是一个华人 所以我这个花了是 这个算塑料袋 算塑料袋花了5块1 看一下它这个价格 总价格是5块1 其中有一毛钱是塑料袋钱 看plastic bag 塑料袋是一毛钱 有一个墨西哥人的店 一个塑料袋要2毛5吧 我记得它那边很黑那边 好了再见拜拜 拜拜 这就是在这边吃的方便面 外面其实还挺方便的 也不贵这边 这是看美国新英语频道 刚开始启动的打赏功能 这个是paypal打赏 通过它可以扫描打赏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用 paypal这个打赏的链接 paypal.me me就是我的意思 有个斜杠 看美国新英语这几个字的手字母 KMGXYY 然后这是微信打赏的二维码 扫码就可以支付 打赏的目的呢 有两个 一个是打赏之后呢 可以直接通过视频的解答 朋友们关于移民呀 关于美国这边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呢 也是这边增加一些收入 这样的可以 能够让自己平时在公司工作的时间 能少一点 这样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也请朋友们理解 感谢您的观看